最后的稻草,钱可忍,总消费小珍不行 网友都支持朱舅舅搞林生斌 千万遗产,一亿赔偿没给朱家 朱家忍了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打不起官司 说句实话 林生斌都是朱小珍给带起来 做生意的朱家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那么他们没有找林生斌的麻烦 其实是因为朱家二老年事已高 不想与林生斌对不公堂 勾起丧女的痛苦回忆 可是林生斌旅消费朱小珍和孩子们 光一次带货就近赚百万 比明星的带货能力还强 结个婚还非要在网上公布一下 并且二胎还是投胎 还一点重重 网友评论 怀疑他在朱小珍出世之前 就已经跟小乐有一腿 并且杭州保姆纵火案 被网友广泛评论分析 发出了很多疑点 持续发酵 让朱家人想不看到都不行 本来2017年他们的心里就有疑点 经过这样反复的发酵 他们的心更痛了 那么朱家父母以外 朱家长姐和二哥 究竟能够等到什么时候 面对林生斌多次消费 朱小珍和他们的外甥 朱家人究竟能忍到什么时候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吗 朱家谁会开始第一步出击 随着自媒体盛行 全民自媒体时代到来 大家一起来申巴 保姆纵火案的疑点 网络沸腾 相信看到之后罪意难评 最愤慨的就是朱家人们 消费朱小珍的林生斌 现在是班级 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不仅要面临网络暴力 而且朱家舅舅要告林生斌 也已经快要实锤了 听说朱舅舅已经签约的某视频号 准备开始讨伐林生斌 而网友也大批量的隔空喊话 希望杭州公安部门 能够重新审理和侦查这个案件 相信不久 公安部门和朱舅舅就会取得联系 开始这个案件的重新侦查 还朱小珍 还广大网友一个交代 毕竟这个事情影响真的太恶劣了 太广泛了 相关进展 请大家关注我 为大家持续更新